今天吃什麼? 阿King和你想點它 我們的材料有泥蚊一條 蔥、陳皮和薑 材料很簡單 買一條泥蚊鱈回來 這條是大的 買魚的時候 買魚的人幫我們湯 回來用豆粉水洗乾淨 陳皮浸軟 然後切絲 薑也是切絲 蔥也有很多的蔥 切粒 我們可以來蒸這個魚 這個魚很簡單 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洗乾淨的魚 用水擦乾淨 一點水都沒有 然後放些薑 陳皮 在魚面上 好,有多的 我們有放些 在肚子裡 這樣我們就可以 放進去蒸 首先 我們先煲 滾水 滾水 水滾了之後 我們可以放一條泥蚊魚 去蒸 蓋蓋蒸 蒸約8分鐘 那條魚就熟了 很香的陳皮味 還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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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淋少少的 酒上面 開一隻鑊 下兩匙匙的油 然後我們把蔥 放進去炸 做一個蔥油 然後我們把蔥油 放進去魚 我們由油滾的 從頭開始軟軟軟軟軟 到魚尾 然後把蔥放進去 哇,很香的陳皮 和薑蔥味 最後我們還要加 一些蒸魚的豬油 蒸魚的豬油 就是不會鹹的 但是有很好的鮮味 和豬油味 OK,完成 吃得 真是好吃 想吃我下次煮點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 做事 吃得好多 或許 做什麼